官人,在这世界上,我最得相信的只有你一个 哈喽,我是石头老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好奇过 我们的料子是从哪里得来的 其实我们的料子就是去原料地收的 那原料地会不会便宜呢 比别的地方是不是价格要低呢 我告诉大家,我们新疆切切实实的存在一个事情 就是原料地的价格会比别的地方要高 那可能大家还有点好奇 那我们收高了,回来怎么卖呢 这个其实就是原料地卖料的套路 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看人下价格的 寒假非常夸张 这个大家要是去多了,就明白了 我们去都是混个脸熟,大家都知道 那大家又会好奇,那原料地可不可以捡到玉米 你可以去试试 说不定你捡到了 其实现在的原料地开采是需要政府许可的 你需要承包一段河床 出一定的费用才可以去挖 而且还不见得能挖得出来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去收别人手里的东西 至于收什么样的 今天带你们看一下 现在你看这里面全部都是资料,我在挑 我发现这里面大部分都是修了,很天然的 太少了,太难了 这是给我们送货的一个阿达西 给我们朋友打个招呼嘛 我在这挑着挑着这个朋友 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他也不怕我给他留两个不还了 所以我们新疆人做生意啊,真的很实在 这是一个和天鱼资料的原石 这个多少钱? 多少钱? 然后这个48万 48万 看到一颗这个石头 太好看了 这是一块金翠玉原石,这么大而且这么完整 老板这块啥价格,这块要12000 这是有一个帅哥在我们这里发货 现在拿出来看一看,这个猫眼还挺活的 这多少钱一个? 这哪一个? 这是这种? 这个啊,1500 1500啊? 这些猫眼的街面,磕磕都价值不菲 因为这种料子啊,比较难找 而且干净的还少 要么就是颜色不够 要么就是那个眼线不活 这是老板拿出来的精品 看看上手的效果 这种是多少钱一克了? 800 老板到最后了才把他的正殿质宝拿出来啊 这个是18000 这个戒指面 18000 这个属于土豪专属了 各田育原料市场 其实也就是我们市场一个小角落 我来的比较早 这人反正还没来齐 然后这些都是一些小房子 我看也就他们家还有点小资料 这个就全品眼力了 这里面挑 这是个精品柜台 这个阿达西老板 我们也认识好久了 价格也不便宜 6万 6万 反正他们家东西吧 我个人眼光来说看得过眼 这个呢 这样料子现在挑人的很好 不像那种便宜的卖的快 这个多少钱 这个料子挺漂亮的 但是这的灯光太亮了 灯光太亮 你看啊 对 这里就可以看到它真实的颜色 刚才那个光是白灯 所以说照出来以后偏白 刚才那个柜台 它的料子拿出来基本上也都是这个颜色 大家也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感觉到 目前为止咱们这个子料的价格是有多高 这种清白子都是5万8万的 不可以大家看到了吗 想要凑一串子料原石的手串是多么的困难 那一大堆的东西里面 你都挑不出来一两个是那种纯原子 大部分都是人为的磨光的修饰的 它不是那种纯原状态的子料 那这种你收回来了以后 不能当作这个原石手串去卖 因为它已经不是原石了 所以其实现在市面上的 所谓子料原石手串的大部分 确确实实是掺杂了这种磨光的修行的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市场环境就是这样 好了 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请关注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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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